刀锋摸了摸鼻子 杨公子喃喃道 少阳这么做 会害了自己 也会害了别人的 刀锋看了叶少阳一眼 说道 也许一切 就会快结束了吧 什么意思 刀锋也不打 铺开虚空 钻了进去 杨公子望了叶少阳片刻 也跟了过去 小九抱了叶少阳一会儿 松开它 静静地望着它 表情有点娇羞 说道 我是不是有些失态了 叶少阳凝视着它 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你没事就好 真的 你没事就好 小九望着它喃喃说道 叶少阳伸手捧着它的脸 微微一笑 两人破开虚空 回到人间去了 出现在房间里的时候 叶少阳看到屋子里这么多人 吓了一大跳 你们怎么都来了 老大 你要是再不回来 我们就打算强攻离山了 美华笑着说道 橙子扑到叶少阳的身边 抱着他的脖子 各种亲密 叶少阳一扫眼 看到了萧毅云也在 脸都快绿了 急忙推开了橙子 过去跟他打招呼 大家围着叶少阳闹了起来 叶少阳也跟着闹 内心却是说不出的感动和温暖 无法用言语表达 内心再次涌起了一次惶恐的感觉 自己何德何能 居然能配得上拥有这么多的好兄弟 一个为了自己的安危 牵动于心 想各种办法救自己 刀锋也没有参与 跟杨公子一直在边上等着 提醒叶少阳 还有正事要说 事情结束 徐经一场 叶少阳催促他们回阴厮去 将阴阳厮的几个 一个个都送走 徐文昌也走了 只留下了林三生 风至谷的几个人都没走 月亨 孙英月 小马三人一起去看电视了 他们本来就来自人间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也是想体验一下过去的感觉 叶少阳对刀锋说了 离山老母曾经自己 就是轻流转世这件事 问刀锋的打算 我也是知道了 我一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刀锋望着窗外 眉头微微皱在一起 叶少阳分析道 确实挺麻烦的 玄武是被你打服的 感觉离山老母 就算你能打赢他 八成 也不会服你的 人家就是不合作 你又能把他杀了 杀了他 更是于事无补啊 林三生插嘴说道 这办法肯定行不通 离山老母身为尊贵 在禅教一呼百应 今天我们偷袭 也就只有这一次了 下次你再想上山 那就不容易了 刀锋沉默不已 叶少阳说 怎么说 还没法子了 林三生眼前一亮 说道 我有个法子 离山老母性格刚脸 打是打不服的 但是她有一个特点 因为身居高位 她说话应该很算话 不会轻易反悔 叶少阳一听 立刻点头说道 其实离山老母人不错 虽然绑架我来 引刀锋做的这种掠坑 但是对我 还是比较客气的 赌斗输了 也履行了 不过你突然 说这个干啥 再来一场赌斗 林三生看着叶少阳 又看了看刀锋 再跟他来一场赌斗 赌约就是 如果他输了 就服从你的安排 跟你一起应对天界 刀锋眼前一亮 随后想了一下说 这赌约太重了 他为什么要跟我赌 我输了又能做什么 叶少阳说 你输了 你就把命给他 林三生立刻摆手说道 这个行不通 前提是要你想 让他履行赌约的话 必须有很多人在场 最好还是有一些 缠叫的其他门派的人在场 只有这样 才能逼他履行赌约 你们觉得 叶少阳点了点头 林三生接着往下说 那么 既然是在这种 大局面的情况下 离山老母 根本就不需要 赌斗来约束自己 直接发动大家 一起灭了刀锋就可以 也没必要挖坑 给自己跳 万一输了呢 他打刀锋 总也没有把握 一定能打赢吧 叶少阳接着点头问道 所以呢 这办法不通啊 通的 林三生说 想要离山老母 跟道锋赌斗 只需要开一个 他无法拒绝的条件 换句话说 如果他赢了你 能得到什么好处 只要能打动他 他一定会接受 你的赌斗的 道锋心中一动 就问林三生 我拿什么打动他 林三生耸了耸肩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你自己慢慢想 杨公子对刀锋说 他说的没错 反正你现在 也锁定他就是青牛了 他也不会失踪 我们从长计议 想一想 要怎么操作 林三生说 你也可以派一个人 去跟他谈 让他提出要求 我想 他会感兴趣的 刀锋没作声 但是从脸上的表情上看来 显然被林三生说服了 刀锋盯着叶少阳 看了一回说 你也是阴阳司的人 林三生笑了笑 拱手说道 阴阳司主博事业 刀锋说道 我风之谷 却一个军士 你有没有兴趣 加入风之谷 听见这话 几个人都是一争 不可一世的刀锋 什么时候主动 邀请过别人家主 叶少阳不满地叫了下来 喂 他可是我捉鬼联盟的人 没有你这么挖墙角的吧 我还在这呢 林三生冲刀锋说道 捉鬼联盟和风之谷 向来不都是一家吗 哪有什么加入不加入的 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只管吩咐便是 刀锋看他的眼神 也开始有些变化了 轻轻点了点头 对叶少阳说道 我便走了 有情况再来找你 你最好少去清明界 再被抓到 我可不管你了 喂 叶少阳跳了起来 说的好像我招你帮忙似的 当初是谁让我去 离山老母那老太婆谈判的 刀锋突然想到这场 面瘫的脸上 也是出现了一丝细微的尴尬 破开虚空 钻了进去 杨公子对叶少阳摆了白手 也跟着离去了 这就走了呀 小马间他们要走 齐身说道 你们先回去啊 这电视剧不错 我看完就走 孙颖月和月恒 看着电视也看上了眼 见小马不走 也就留了下来 叶少阳很好奇 什么电视剧 能让这几个家伙 看得这么上眼 看了一下屏幕下方的脚镖 叫做 人民的名义 就问他们 这电视好看 撤 lush 更逼 明天 冰 冰 软